就少了和尚 知道吗 所以各位呢 如果你真的决定要结婚 那就一直念的 Gamma Bacheno吧 生出一个菩萨活佛来 赶快放他出家吧 普度众生 所以各位 如果你事业经营的不快乐 不要再经营了 算了 佛教需要你 我每次来七年红发团 我就会摇头 有医生管 没医生 没护士 乱吃药 不是啦 比喻啦 虽然我们盖得这么庄严 但是呢 两宝缺一宝 有佛像有经书 没有生宝 也很可惜啦 所以各位呢 希望能够多 那你要结圣胎 那你要存好心 存佛心 从今天开始 改变你自己的基因啊 想好的 说好的 赞叹好的 念佛 诵经 观想 西方极乐世界 都是这样 把内心弄得干干净净 所以这一张记得带着 然后后面有个 哄字杵 诸佛菩萨的种子字 还有八个短奏 这短奏你随时配在在身上 那希望将来印多一点 印多一点 然后最好又给他加金粉 谁都要 然后那边说名片呢 名片 带在身上 我的名字叫观世音 你呢 希望对方能够拿着 好 然后他们现在慢慢发 那现在我们要请 我们若珠佳措仁波切 白马佛佛来咯 跟各位开始开始 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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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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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呢 我们的佛教青年这里啊 这个道场啊 一发庄严 为什么啊 有佛宝 有法宝 也有尊贵的神宝 今天三宝具足 而且呢 还有上司 所以上司三宝具足 今天吉祥不吉祥啊 不单单有上司三宝 连护法也具足了 所以上司三宝 空行护法 哎 什么是空行啊 啊 这个大悲心啊 为我们的空行 哎 然后威门的力量啊 正义 大家知道啊 我们的官圣帝君呢 他是什么 忠 且义 不贪财 不贪色 对不对 以这个著称 哎 所以浩然之气啊 长存于世间 哪里有众生 哪里需要正义 它就出现在哪里 哎 所以这里呢 我也啊 这边讲一个小故事 这也是真实的 发生在中国的历史上 过去有一个小孩啊 他那天 在家里面 隔壁邻居 就吵到他家里来了 一定说啊 他家里丢到的那个鸡 就是隔壁邻居 这个小孩偷的 结果这小孩子啊 跟他怎么表白 他也不相信 然后 正好村庄里 就有一个官圣帝君的这个庙 官帝庙 然后他就跟他说 如果 啊 我们可以到 官圣帝君面前去发誓 去向官帝 官圣帝君证明 我如果偷了你家的鸡 啊 他 然后啊 他们两位啊 就来到了官圣帝君的庙里啊 这个小孩子啊 啊 就就就来到这里 然后啊 痛哭流涕的啊 非常委屈嘛 官圣帝君就禀报啊 他说 啊 圣君啊 我实实在在没有偷他家鸡的 他现在一定说我偷他家鸡的 您给我做证明 如果我是真的偷他家鸡的 我出门呢 就把脚脖子给崴断了 如果我没有啊 我什么事也没有 他这样发誓啊 在官圣帝君面面发誓 这个老人家这样听 哎 好吧 那就这样两个人就出门了 结果刚一出门 这个小孩子把脚脖子给崴掉了 哎 这个这个这个隔壁邻居 你看你看啊 你还是你偷的吧 还是你偷的吧 官圣帝君啊 谢谢你也显灵哦 哎 这个小孩子简直是 这个时候委屈的泪水都流不出来了 气啊 说你官圣帝君啊 你 你怎么这样冤枉我啊 冤枉这个小孩子 他心里面就气愤的不得了 然后他说我这个啊 我一定要好好做人 我一定要啊 努力读书 一定要求取公民 然后当我当了大官的时候啊 我看到官圣帝庙我就拆一个 他就发这样的大怨了 哎 结果他真是哦 回去读书啊 集集上升 没有任何一集读不是第一名的 都是第一名 秀才第一名 啊这个举人第一名 后来啊 他状元都是第一名了 状元了 第一名叫状元了 第二人 第二名叫绑手 对吧 绑野 他状元第一名啊 后来做大官呢 做了大官之后怎么样啊 做了大官的那一天 好了 我今天我有能力了 下面就开始要 实现我的这个誓言 我下面我就要猜啊 官帝君的庙 结果当天晚上 看官帝君梦里面就跟他见面了 某人啊 现在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要叫你崴脚 哎 他梦里面 看到官帝君还气呢 还气 我小的时候就是你看你冤枉我 他这个时候官圣帝君问他 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叫你崴脚 哎 他梦里面觉悟过来了 如果不是我官圣帝君 让他小的时候崴脚 他哪里来这么一身的勇气啊 这个毅力啊 他读书要一定要勇猛精进啊 读书要求取功名啊 第二天梦醒过来了 不单单不猜官帝君庙啊 第二天去官帝君去拜官圣帝君了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所以小孩子啊 为什么不要宠小孩子 要激励一个小孩子 要叫这个小孩子发愤 发愤他才会图墙啊 是不是 你看我们官圣帝君伟大不伟大 是不是一个好的教育家 哎 这是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是真实的 在中国历史上 是真实的 哎 乃至 在我们人落难的时候 我亲自 我听我师父说 以前在我们师父啊 出家在最低潮的时候 大家不相信佛法了 佛也把你敲坏 经书拿去烧掉 夹杀把你夺去 甚至连念佛诸 不管你好的不好的都给你强掉 所有三宝的象征 都把你剥夺掉 那个时候师父啊 只有我内心里念佛 没有人能够拿得走 在这样子最低潮的时候 官圣帝君常常现身来安慰 我们师父是天台中法师 官圣帝君是天台中的护法 也是我们中国华人的护法 阳皇子孙的护法 所以这个时候在一个人落难的时候 常常安慰啊 坚定你的信心啊 不要动摇 所以他能走过那一段最艰难的岁月 感动不感动啊 所以啊 我们这个佛教里的前蓝护法 今天在这里面能够来弘扬 能够让我们重新的了解 这是非常的 是一个很神圣的日子 很圆满的日子 同时大家又认识了我们的 噶马巴大宝法王 噶马巴什么意思 行佛事业者 大宝法王是哪里来的名字 是我们中国的明朝的 明朝的永乐皇帝的时候 亲自公村尊敬尊称 当时的第五是噶马巴 第五是噶马巴 然后被永乐皇帝啊 恭敬为自己的上司 然后在传法灌顶的时候 整个京城的十三天传法灌顶 天空中献出不同的坛城本尊 然后不单单皇帝信仰 赞叹 举国上下得位成有 然后永乐皇帝也在禅定的当中 见到了噶马巴头顶上的那个黑宝罐 然后又因宫廷里面最高的这个技艺 工匠造了那个黑宝罐 这个黑宝罐现在还流程在这个世界 所以成为这个噶马巴大宝法王 非常著名的一个黑宝罐法会 他一生当中最殊胜的 我希望大家 也能够以后能够参加到这个黑宝罐法会 看这个大宝法王 带给 带起大宝以前的永乐皇帝 亲自供养给自己上司的这个黑宝罐 啊 是皇家哦 皇帝供养给哦 自己师父的哦 那不是一般性工艺做出来的 那看一眼不得了哦 所以说啊 你自己要发起这样的善愿 所以今天我们又 又通过我们尊贵的海淘法师 介绍给我们了解了一位 这个世界上不可多得的 珍贵稀有的 我们的依孤者 依孤者 所以我讲第一个小故事的时候 让大家认识到 不要哦 我有护法了 我就心存侥幸 我就可以念我的护法 哦护法啊 哦 这个张三呢 对我不好呢 护法 拿着青龙咽乐刀 去揍他一顿 这样 官公会帮他吗 官公不单单 不会帮你去揍他 你不小心 你当心哦 你起不好念头 官公老爷哪天给你一个嘴巴子 你这个是我的弟子啊 你这样供我 你不是 你不是降低我的这个神格 哎 我这个菩萨 你这个求我供我的 你不学我 反而学坏 不挨他揍 到底谁揍谁还不知道呢 对不对啊 所以啊要有正义感 要学他呢有忠 有义 啊 不在这个金钱面前啊 失了自己的英雄本色 哎 不要什么 啊 建这个利啊 忘义 哎 不要呢 建了这个色啊 忘了自己的这个本分 哎 不要自己忘了自己本分 当时那个曹操啊 把那个宫廷里的美女 啊 给了她 给了她 啊 也可以做你的佣人 也可以做你的妻子 天天啊 早早晚晚服侍你 然后 啊 给她最好的马 梁居 赤兔 赤兔马啊 啊 日行千里 夜行八百 然后她得到这个马的时候 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冠公说的第一句话 哎 这下太好了 有了这个交通工具啊 我如果知道我大哥在哪儿 我马上就可以见到我大哥了 这个曹操一听啊 既佩服他 心里面啊 又为自己伤心啊 我怎么就敢不动不了这个人呢 这个人这么中意啊 哎 甚至是什么 啊 我仰着你 不图你为我做什么 只要你愿意接受我这些 我并不要求你做什么 你如果愿意的话 你能为我啊 上阵 哎 只要你上下马 不管取胜不取胜 哎 什么 上马是一斗 一斗金子 对不对 下马的时候再供养你一斗银子 上马斗金 下马斗银 这样子 哎 是不是 但是不爱财 也不爱美色 他得到了那些美女怎么样 嗯 不错 这个我见我大哥的时候啊 哎 我供养给我那个大嫂子 这有佣人了 你看 有佣人了 你看这样子的人 我们想一想 我们自己会想一想怎么样 我这里再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我自己亲身的故事 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我们尊贵的海淘法师 也就要介绍了大家认识 我们的财宝天王 多门天王 比撒门天王 对不对 大家我看哦 好处都供哦 很多商店的供 官公老爷 官圣帝君 很多人都供什么 我财宝天王 手里拿一个 那个大 哎 有的又称为他那个财宝鼠 对不对 会吐金子的 哎 我这里也告诉大家 我自己亲身的一个故事 哎 有一次啊 我那个时候在闭关的时候 非常的清净啊 享受着清净的加持啊 享受我们师父啊 诸佛菩萨的加持 哎 所以就像 你看 大家 我们结这个圆 我坐在这边 那看看的话 我们瘦瘦小小的 哎 还是电视里面看人大一点 远处的看 看我看久了眼就花了 人很小 坐在这里有什么特别呢 作为我们出家人 相貌也没什么特别 穿着衣服你看 那麻布做的 几块钱一公尺 做工也不是 这几十块钱 从上到下 没处值钱的 哎 那为什么大家要坐在这里面 要结这个圆呢 因为出家人呢 他对这个世间 啊 有个正确的方向 乃至啊 有追求正确方向的一些 些许的体验 可以啊 这里分享给大家的 哎 所以那次我在官房里的时候啊 晚上就做了一个梦 梦来到一处森林 这森林呢 当中一片空地 然后我就站在了这个空地当中 这时候啊 哇 起风了 然后怎么样 森林里面啊 好像有一点声音发出来 我当时有点怕 正在怕的时候啊 那几条龙啊 从森林里面游出来啊 头就 身体盘在这个 这个树上面啊 然后头都朝向我 那怕不怕 你们怕不怕 如果来到一个你们很陌生的森林 来到一片空地 龙都游出来 头朝着你啊 身体在里面 森林里面 你怕不怕 当时我有点怕哦 哎 这个为什么怕 修行不好了 哎 心里有亏心事 所以就看到龙就怕了 对不对 心里没有亏心事 鬼来都不怕 是不是 哦 有点像夜公号龙啊 鬼 那个龙来了我有点怕 正在就是 哇 忽然爬出来一只 很肥很胖的 这个大老鼠啊 哎 只往我身上爬啊 爬上来之后干什么 还硬往我手里爬 爬到我手上 还咬手指 咬我手指 咬得我 虽然没咬破 咬得疼疼的 哎呀我看着我就怕 我抖 抖也抖不掉啊 跑到我手里 哎呀 我吓得 吓意识的 就往地上摔啊 砰一下子 那个大老鼠啊 胖胖咚 颠颠的 沉颠颠的 那大老鼠被我摔到地下去了 摔到地下 哎呦我想到 哎呀糟糕了糟糕了 我有没有把它摔死啊 摔死的话 那我不是杀身了吗 我赶忙把它捡起来啊 捡起来糟糕了 这个老鼠已经不胖了 别别的了 哎我说糟糕了 结果我梦醒过来 我就想 这个梦什么意思呢 梦什么意思呢 哎 这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 你看又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里 我虽然我们见面不是第一次了啊 但是啊 啊我这个小故事啊 是第一次公布的 以前谁都不知道 因为什么 不吉祥啊 看到那么多龙来看我 我还胆子小 我还怕 这个历史上出会一个夜宫好龙的故事 让千古人嘲笑他 那个爱龙是假的 真龙来的时候就怕了 钻到床肚底下去了 我这也是的 哎 来龙来了 我还怕 然后来了一个花虎雕往我身上爬啊 往我手里钻啊 我还怕 我怕得不得了啊 浑身直抖啊 怕到我手上咬我手的时候 我碰一下把他摔在地下 哇 不好意思讲了 我这里呢 勉励勉励大家 把我自己的这个缺点呢 讲出来 希望大家不要犯这样的缺点 这个反馈给我的信息 什么呢 第一 大家修行要发真正的心 不要做表面文章 第二 大家放生要出以慈悲心的放生 而且放生的人 你说我今天上午放生 晚上回来再杀生 行不行啊 放生是为了培养慈悲心啊 是坚定你不杀生的 坚定你不杀生的行为 是让你的内心里啊 对不杀生啊坚定不移 对不对啊 不杀生 不伤害众生 啊 进而呢 对于上司三宝啊 要要真心的 真心的 真心实愿的 念一句阿弥陀佛也是的 不要说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 我这个遇到很 很多 我自己也遇到过 哎 我所以我自己啊 修行的丑的地方 都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啊 希望大家不要犯 哎 也有听到别人讲 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哦 阿弥陀佛来接他了 吓坏了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哎呀你现在不要来接我 等过两年 我还要做两年人了 再来接我 请问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 千万不要像我 哎 像我我以前 我还没有在 没有出家在家的时候 天天念阿弥陀佛 念得认真哦 晚上也念 早上也念哦 念 没事就念 骑脚踏车也念 哇 这个挤公交车也念 打地也念 上班也念 念得很认真哦 阿弥陀佛来了 阿弥陀佛来接引文的时候 哇 那个头 头顶上都去了 去了 走到半路上后悔了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怎么办 我走了之后怎么办 死了嘛 我这个走了不就死了嘛 就是往生西方了嘛 然后这时候 再念阿弥陀佛跟以前念不一样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是什么意思啊 求求你求求你 让我再多活两年 念阿弥陀佛不一样的了 你别看都是念阿弥陀佛 实际的含义不一样 有的人啊 就拿着念佛书念阿弥陀佛 他干什么 哎 他嘴里在念阿弥陀佛 一边念一边跟别人说 哎呀你看到 张家短了 李家长了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哎呀那个人呢 不像一样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你说是不是 这个很经常有了 你别看念一句阿弥陀佛 不一样 有的时候念是 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有时候念阿弥陀佛 不是的 不是想求愿往生的 是非常执着于这个娑婆世界 然后再念念阿弥陀佛 烦恼实在太重了 太难过了 哎呀受不了了 吃两粒这个阿弥陀佛的甘露丸 定定心 哎 所以当时我做了这个梦啊 我现在慢慢慢慢回想起来 我想哎呀 我这一辈子不会太有钱呢 为什么呢 我有钱的这么一个真相显现过 但是啊被我破坏掉了 这个缘起啊破坏掉了 就像以前的那个 啊 这马尔巴大义师啊去见 那罗巴尊者的时候 那罗巴尊者给他灌顶的时候 哇天空的谈成啊本尊现出来 然后这个 那罗巴尊者问 你现在是顶礼本尊谈成呢 还是顶礼我呢 他心里想 顶礼上司天天可以顶礼到 是这个谈成本尊的偶尔现一现 还是顶礼谈成本尊要紧呢 他结果一顶礼谈成本尊 好嘞他上司 谈成本尊顿然消失掉了 上司就笑着对他说 你这个这样子啊 纵然对法是很尊重的 以后你法会传的很久了 但是你啊 你一定你内在的这个传承呢 不会久远的 结果知道吗 他儿子很小 他把他所有最好的法 都传给儿子 儿子结果二十岁还不满 起码摔死掉了 断子绝孙 后来虽然还好啊 这个米勒日巴尊者 把他的法接过来啊 努力的羞耻啊 把法佛弘扬广大 成为现在嘎妈嘎鞠 猪八嘎鞠 直贡嘎鞠 很多嘎鞠 传承啊 啊 这个这个 这个流传下来 全世界这么兴盛啊 这就是一种元气了 我也想哎 我这个钱呢 也不会少 为什么 你看那个老鼠 毕竟爬到我身上来过嘛 毕竟到我手上啊 哎呀很高兴我的 就像那个 你们家养的小宠物狗一样的 跟你撒娇啊 来咬你的手啊 对不对 尽管显现过这样 但是我当时很怕 我不知道这么一个姻缘 我把他给摔到地下 当然也好 摔到地下 至少说明我这个人也不贪财 摔到地下 我发愿发愿 这个地代表菩提心地 都回向给一切的有言众生 这样好不好 这样你们听得就开心了 哎呀那财神老爷的 花胡雕都回向到你们这里来了 这也好 我以后就常常这样回向也可以 但是说明 我当时啊 我自己就说了 我以后啊 钱不会很多的 有这么一个元气在里面 但是呢 这个就是说明什么 我后来我就忏悔 我对这个不杀生 不伤害众生生命这一点啊 我没有刻骨铭心 我没有保护众生的念头 超过保护自己 所以我们大家在座的 有受五戒的 是 进行受不杀生 保护众生呢 而且还要保护众生 大家要反省反省 不杀害众生啊 是不是到刻骨铭心 保护众生 是不是到刻骨铭心啊 所以我今天这边 讲的几个小故事呢 全部都是发生在 我身上 或者是我们祖先的身上 修行人啊 要这样子去做 还有一个小故事 是当今这个时代的 非常感人的 是一个老人 他这个老人呢 退休的时候啊 也只有六十几岁 他有一次出去旅游啊 是中国大陆的事情 这个现在啊 登报 登报啊 甚至电视台都去采访他 因为他做了几十年下来了 这个事情 他这个是 故事是什么样的呢 他就是 有一次去旅游 在旅游的途中呢 看到有一个小孩 因为缴不起学费 而辍学了 他就不忍心啊 他说一个 这么长得这么壮 这么好看的一个小孩 如果辍学的话 他会有什么人生的前程呢 然后他就把自己的 这个钱啊 节约下来 他就都给了这个小孩 让他去读书 然后这次 这个旅游回来之后 他从此之后 他就考虑到 那天下像这样子 小孩子有多少啊 然后他不觉得 自己退休之后 没事干了 然后就买了一个三轮车 天天搭三轮车 搭三轮车 出卖劳力啊 赚来的钱 每一分钱都积攒下来 去支持那些失学的儿童 因为没有钱读书 而失学的儿童 让他们重新再返回学校 他就这样去做 但他这样去做 不是说 我搭了三轮车啊 为了这个钱啊 他也不是 他遇到那些老弱病残的 他甚至也不要钱 免费的搭 他这样一个年纪大的人 这样一踩就踩了 二十多年了 六十多岁 踩到八十多岁 天再热啊 一年四季 不分春夏秋冬了 就那样子做 然后你看他 凭着三轮车这样踩 他这个二十多年下来 他依然 他积攒了四十多万块钱 他相续的就给别人 给小学的 中学的 高中的 大学的 每次就给他怎么样 他都说 不要说我的名字 我交给你们学校 你们去帮助那些 失学的儿童 不要让他们知道 是谁在帮助他们 我们想一想啊 我听到这则故事 我非常感动啊 不知道他是不是佛教徒 但是我们这里可以知道 十方诸佛菩萨 喜不喜欢他 爱不爱护他 所以这样子一个老年人 他不会生病的 他不会生病的 他只想省吃俭用啊 这样子 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穿的最啊 普通的衣服 受用的享受的饮食 是最普通的饮食 把所有这些钱 节约下来 就是要供养给那些学生 失学的人 我有时候想 我做得到吗 我真的 我这样想啊 我是一个出家人 我受过比丘界 我受过菩萨界 我要以菩提心做我生命的庄严 但是我想一想 我比他 我能 我能比他强吗 甚至我想一想 我甚至能 如不如他 我们在座的应该说 都是佛教徒了 都是佛弟子了 佛的弟子 我们想一想 你比他 比比他干 所以我当时想的时候 是很惭愧的 就像我们新加坡的一位老菩萨 许哲老居士 对不对 我当时我在极乐寺的时候 我一个人 往一个电视机啊 放他的片子 101岁的年轻人呢 我听到他讲啊 讲到他说 我看着这个天香 还有那么多没有饭吃 没有衣服穿的人 我就不舍得拿我的钱 去买衣服穿 去买好吃的吃 捡一点菜叶子就可以了 甚至垃圾桶里 捡一点碎布 捡一点别人扔掉的衣服 自己回来洗干净 把他好的布剪下来 裁剪裁剪 做一件衣服穿就可以了 我当时听到他讲这句话的 我坐在那边啊 忍不住这个泪水啊 画得像 像瀑布一样的流啊 真的被他这种精神 我感动啊 佛菩萨在哪里啊 菩萨在我们身边 在我们身边啊 所以上一次我来新加坡 许泽老居士还特意到飞机场去啊 啊 我们来见面 我们一起聊天吃饭 他把他的这些感受啊 那个时候我们见面 他108岁了 今年已经109岁了 思路敏捷 这个耳朵非常的清楚 你讲什么都听得很清楚 反应非常敏捷 我真的是当他这个菩萨一样 我非常高兴啊 然后就把他给我的书啊 106岁的 有爱不老 我回去已经是第二版印刷了 不管它是什么盗版不盗版呢 不管了 好的东西推 而且那个我叫那个印 它印得很贵了 十几块钱一本呢 印 再贵也印 因为这本书的价值 不是我们人间的钱 可以衡量的 每一个人得到 不管他信佛不信佛 得到这个书 他看肯定得到利益 这里面的一句话 他看都会得到利益 这里面有一句话 我记得很清楚 许泽他这样说 他说你看 这个人 这个指甲 我不让他长 他还是要长 这个皱纹 我不让他长 他还是要长 我这个个子很矮 我让他高 他还是不高 他可以知道 这个人身身体 不是我自己的 只不过是 给我们用用而已呀 这句话 有没有听明白 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 你还会为了这个身体 去贪 去撑 去吃 去伤害其他的众生吗 会不会了 不会吧 所以中国的这位老人 又出现了这样一位老人 这样的一位老人 上次来 我记得我上一次 坐在这里给大家 讲了另外一个故事 一个打工的一个人 他中了五百万的奖金 别人托他买的彩票 我上次在这讲了这个故事 对不对 结果别人托他买的彩票 他打电话给别人 说你托我买的彩票 现在中奖了 这个人还不相信 因为他骗他 他说你一急什么 他钱还没给他 别人是托他买的 钱还没给他 说你放心好了 我回来我钱会给你的 你急什么东西 还来骗我 结果不是骗他 回来这个人拿的彩票 手都抖了 然后是真的中奖了 五百万的 但是别人是一个打工的 别人是托他 仅仅是打了个电话 钱都没给他 他完全可以说 这个是我自己买的彩票 中了五百万 一个很平庸的 一个打工的 外来打工妹 但是他就有这么高的情操 我们时候想想 我有时候会想 如果是我 我中了 我会怎么样 我会怎么样 我会把它完全都拿出来 我说这个是三宝 加倍我中的 不是我自己的福报 我完全供养给三宝 我会做到吗 我会做到吗 我请问在座的 你能做到吗 我们想一想 我们想一想 这世间最平凡的这些人 不一定他是佛教徒 所以如果我们自己 生了一点惭愧的心 这个末法时代 有一点点 佛弟子有一点像样了 因为有一点惭愧心了 惭愧心啊 是我们末法时代的 最珍贵的一种药 因为什么 末法时代的众生 百分之九十九点 有是无惭无愧 没有一点惭愧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 真的视线 这次我又报告给大家 汇报给大家 这样一位老菩萨 现在八十多岁 快九十岁了 然后他三轮车 已经搭不动了 骑不动了 然后这个时候 他怎么样 他自己开了一个小店 我可以坐在家里 我赚来的每一分钱 全部供养给那些失学儿童 他已经没有体力 去骑三轮车了 他坐在家里 开一个店 开一个什么店 开了个小的书店 对不对 这个书店是不是好的事情 不是开不好的店 开了一个小书店 像小报刊 报庭 杂志亭一样 小本金银 然后赚来的钱 还继续供养 我们想想真的很感动 真的很感动 所以希望 我们前面 我们尊贵的海涛法师 给我们带来的 上师三宝 护法的 今天能够加倍 深入我们大家的心当中 同时我讲的 这几个小故事 我自己很惭愧 很惭愧的那些 修行里面的这些败笔 我在这里 也不怕难为情 讲给大家 希望大家 也得一个教训 不要面对着三宝 还用这个 我们四字便冲 甚至用狡猾的心 甚至有的人 为什么用狡猾的心 我要买彩票 我要买马票 然后来三宝面前 你保佑我 我如果中了 讲了之后 我多少来供养给三宝 其实内心里要想 我现在就比个例子 说你真的中了 你真会来供养三宝吗 真的 有的人他就是那样会想 很多了 我也看到有一些会这样 我们心里面 其实还是有那些 很多很多 不要说学佛 菩萨那种光明慈悲了 我们还有很多的这种 阴暗面 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 如果这个有 那就是我们人生的 这个苦难 我们六道轮回的根 自己认清它 把这些肿瘤 把它给挖掉 扔出去 就像佛所讲的 谁有智者 爱护这个最着恶的东西 最不干净的东西 还把它藏在你的身体里面 谁有智慧的东西 在你的寝室里面 还养着那个毒蛇 你上前 你知道你的寝室里有毒蛇 你还能安然地睡觉 我们现在问问大家 大家心里面有没有毒蛇 首先我自己报告 我有了 所以 我们干嘛 我们都是佛弟子 我们在佛面前要发誓 要誓断一切恶 誓修一切善 誓度一切众生 一起成佛道 南无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好 现在我们还有功德要做 前面有诗诗 我来念 各位观想就好 我念快一点 这个功德要赶快做 他们等好久了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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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一切隆天善神的 与之友谊 为神加安护自我 再将招请十番操鲁 净虚恭贴 一切六区二归有情 都有以三宝为神利雇 息至此地 來 右手拿出來 來 早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念 来 如等鬼神众 我今诗如共 此时骗此方 一切鬼神共 念毫无障碍的 而且食物会遍满到一切处 念下 念七遍 来 三坦子 大声一点来 一 二 三 回去多念习 然后我们更要把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供养他们 第一个 供养波勒佛母心经咒三遍 好不好 一起念 来 我们的音缘 再来 我们要看着他们离苦 所以眼睛 你看眼睛打开 看任何一个地方他们都离苦念 最后还要请大宝法王引导他们走入和平 走入政务之道 还念几句 来 一心奉勤 截然护法 观圣帝君 护持众生 好 我们把今天的功德来回向 愿意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世从恩 下祭山土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佛 同生极乐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如果拿回去 也请各位多copy 我刚刚问他们说 为什么每个人一片 师父钱不够 所以各位 只多拿去copy 功德无量 免费了到处征送 好不好 总共有两片 感谢大家 奥彌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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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